毕业季到来 内湖高中每年都会举办水球大战 今年也不例外 不过原本预定出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上午因为公务临时取消 一声令下几千颗水球同时直冲天际 11号上午内湖高中一年一度的毕业水球战开打 现场准备六万颗水球就要让学生好好抒压 打我一颗还你十颗 学生疯狂互丢 还有人激动的抱成一团一起叠进泥槽里 弄得全身都是泥巴 有的学生还佩戴护目镜就怕被丢到眼睛 全一届学长跟我们班会买的就是护目镜 就是在丢水球的时候就戴着 不要让眼睛受伤 我觉得感情可能不是太好 整个直接被拖下去 真的很痛 然后后来被拖下去泥巴里面直接用踢的 短短十分钟的水球战是内湖高中的传统 就是象征水球丢得越高考得越好 也是我的少女时代电影里的经典场景 不过往年曾有台北市长出席同乐 今年本来科匹也要来却临时喊咖 被质疑是怕南部缺水议题被放大 我们在行程会上讨论的时候提到这个行程相关重要性 但其实今年市场没有去当然是蛮可惜的 不过因为跟中央也是有一些跟中央的会议 办公室还有就是重点的楼层都有做就是深水的标语 还有宣传 内湖高中校长也表示水球战不仅是传统 也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祈福活动 就是希望七月指考的学生能够遇水折发 记者华小平 许阳方 台北报导